再到5G时代的到来 人们上网越来越快 那么在5G时代下 蕴藏了哪些创业机会呢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5G时代的特点 今年的6月6日 工信部向移动联通电信广电 四家颁布了5G牌照 正式掀开了中国5G商用的大幕 基于5G网络高速率低时延 低功耗的特点 芯片 电子元器件 软件 智能硬件等产业链 都将进入升级期 其创投机会自然蕴藏其中 第二部分我们来看几位牛人怎么说 首先我们看一下 深创投总裁孙东升 他表示随着技术的成熟与建设的推荐 5G将带来两大创业机会 一是设备与零件 主要集中在光通性 半导体 社品领域的创新与发展 二是利用5G时代带来到高宽带 与海量终端特性的商业化创新 接下来我们来看马云怎么说 马云预言的Mate in Internet 也很可能实现 在未来的智能工厂中 将充斥着智能工业机器人 云端生产管理系统 精确储藏物流系统 每台机器 每台流水线的产能 在工业互联网中 都将变得可搜索 可控制 可交易 还有一位是 中国联通网络技术研究院院长张勇 发表的观点 说AI技术迎来了第三次的大规模的运用爆发期 已经从实验室走向了市场 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 而5G和AI的结合会产生新的市场机会 在很多实际的应用场景中 既需要用到5G 也需要AI 比如说机器人 机动驾驶 远程手术 视频监控 智能穿戴 这些都离不开5G技术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5G时代的五大创业机会 第一个物联网 物联网一直是国内三大运营商的热门竞争之地 就是物联物 通过智能感知 识别技术等 让物品与物品之间进行连接 以实践更高使用价值 在5G时代呢 物联网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AI医疗机器人 车辆电子识别 智能空调远程控制系统 智能影音 娱乐系统 智能电饭堡远程控制系统 无人飞机 激光雷达都将迎来值得提升 而这些领域也是创业者入局的交加选择 第二个是自动驾驶技术 无人驾驶接入互联网和全球定位系统 主要依靠车底的以计算机系统为主的 智能驾驶仪来实现无人驾驶的目的 5G在这方面的优势就很大 因为它拥有超高的网速 范围分布很广 更快更广地帮助无人车处理海量的数据 低食言的特征也让无人驾驶的安全性得到保证 因此5G网络的发展 或将直接导致自动驾驶的跨越式发展 第三个是VR产业 VR产业称虚拟世界近几年特别火 但目前VR产品都缺少一个特性是实时性 将VR与旅游结合 通过5G网络连接 把直播摄像头直接放在全球各大景区 这样坐在家里就可以随时穿越到世界各大旅游胜地 在VR领域5G能为超高清视频 赛事转播直播 流媒体摄像机 以及AI辅助头盔 可穿戴相机等带来质的变化 是投资的优质创业项目 第四个云服务 5G时代的全面铺设 信息传递的速度将会是现在的10到100倍 云AI和5G三驾车马并驾齐驱 预计将会在未来10年内 把我们现在的日常娱乐方式带向云端存属 5G时代来临之后 一是可以降低云服务的费用 二是可以让普通的个人用户 使用到云服务 以后我们的手机功能也会变得更加强大 第五部分高性能电池 5G时代来临之后 各种海量数据的传输将会变得更大更快 这其中对于电池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的 一款高性的电池才是5G时代所需要的 通过在更小的空间里存属更多的能量 这种新的电池技术将对5G和整个网络世界 产生深远的影响 各行各业都在不断的发展中 但是锂电池一直都毫无改变 这看似是一个难题 但也是创业的好入口 好了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在5G时代来临的时候 有一个前瞻的眼光 能够找到创业的突破口 关注小虎不迷路 一起进步才算数 拜拜 拜拜